今天來到了林山比喻港旁邊的草菸袋 長這樣 我今天是要到草菸袋來釣一些燈泥 也就是一些底氣魚 主要是一些小吃飯之類的 那最好的草水是要在最退的時候 前一個小時抵達釣點 釣開始漲潮的兩個小時左右 建議還不太熟悉的新手 要先觀察地形 隨時注意後 不然海水長起來就如何退了 那因為這種漲海藻的 這種礁石上面非常的滑 所以最好要穿那種 菜瓜布的那種釘鞋 你要穿救生衣喔 安全第一喔 小紅貓 哇嗚 十二公分左右吧 小紅貓 小紅貓 這地形其實蠻可怕的 你看 在前面這邊就很深的 你沒有仔細看路的話 你可能一跨然後就掉下去不知道幾米 唉唷 跟魚來囉 這隻戴帽吧 差不多20 OK 戴帽一隻 你看啊 石斑魚啊 他這邊 就靠這邊的骨頭 卡在礁石內 卡住的方式就是把篩蓋打開 然後撐在這個礁石裡面 就是這兩塊 這邊用硬硬的 這個刺刺的 好 放一種 嘿 那一丟出去馬上往下轉 跟魚很有趣的 而且他們嘴巴很大 我真的擠勾頭喔 好像是兩克了吧 那我換來這個加卡爐的 對咯 對咯 好 這是戴帽 這個 15 15公分的戴帽石斑 可愛 去吧 就在那裡有夠少 有一條流耶 有一條流在那邊 靜靜的 超遠的 超遠的 還有小黑貓 黑貓偏小耶 黑貓真的好小 OK 這個重一點的 這個好像是三把 這是速扣籤 HR速扣籤 但現在有出新版了 但是我還沒買 那配上這個 曲品溝 還有 加卡爐的 海蟑螂 只是海蟑螂是專門釣 專門釣 那個什麼 專門釣黑貓的 但我覺得用來釣跟魚很好用 這個都有用 都有撞過 這個 因為丟比較遠 完了 脫高 可以 第一竿就有 手好還在看 看看有沒有 這個 尾巴跑到前面 就沒有打進去 換成這個 這個是 像殺蟲的東西 有 然後 啊看 脫掉了 因為換了之後 第一竿都會中 那釣跟魚好療癒喔 都會這樣子 就是 旺生的 那種捲捲捲 然後 有這種身心靈都被驚化的感覺 通常這塊藍藍的都 下面不太會有石斑 因為石斑喜歡在礁石的地方 而且藍藍下面可能就是那種 沙子 所以要找那種比較黑的地方丟 有了 快收 快收 你好遠 這小黑貓的 燈燈 可愛 超可愛 好可愛 其實 跟梅巴路蠻像的啊 那就是黑貓石斑 這邊又出現一個小流了 一個流 然後 丟這個流 總之會有驚喜 有了 看這個流就是有驚喜 小黑貓 OK 小黑貓 好小喔 很可愛喔 再來 有了 有了 點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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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我覺得不一樣 這個也是小黑貓 哇這也有 黑貓 好 好 黑貓一圍 今天的黑貓都是這個大小 大概都十 十五公分 有了 兩竿兩竿都有 這隻大一點點 這隻大一點點 這也是一隻黑貓 大一點點的 十八左右吧 可愛啊 去 跑另外一邊看看 這比較重 這比較重 連三竿連三竿有 這也是黑貓 一隻貓 好笑喔 越釣越覺得牠們很可愛 我們釣魚爸 其實跟魚都滿有感情的 因為我們三個人釣的 第一隻魚都是跟魚 換個角度 看有沒有來點別的 好笑喔 哇 打出來 想鑽 OK 釣魚爸 好笑喔 動的好大一下 不姓黑貓耶 怎麼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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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貓 不姓黑貓 來吧 OK 黑貓 好啦 那今天 就釣到這邊 再釣下去 可能就是更多的小黑貓 所以就不要再弄牠們了 石斑很多 那漸漸的 會越來越大隻 再過一兩個月 再來應該會 釣起來會更好玩 那今天就先這樣 掰